大家好,我是阿胖 像这样晒花菜干 说实话,真的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晒 晒出来让我特别惊艳 炒菜,炖菜都特别的香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准备好花菜 食心花菜和散花菜都行 今天早上去赶集 发现这个花菜特别新鲜 重要的是超级便宜 才两抹八一斤 长这么大,像这么便宜的花菜 说实话还真的是第一次遇见 于是毫不犹豫 买了有十斤左右 花了还不到三块五毛钱 真的是很便宜 用来晒花菜特别的划算 我们先把花菜给它分成小朵一小朵的 但是不要分得太小 因为晒干后它特别能缩水 之前也听说过 也看见过别人晒花菜 当时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这个花菜晒干后 它能有新鲜的好吃吗 所以很怀疑 今天试过后我就不怀疑了 接着把水烧开 水开后往里面加一点食用盐 食盐可以消毒杀菌 再倒入花菜 一次少倒一点 一次少倒一点 可以短时间内 把里面的都烫得均匀一些 烫的时间也不要太长 大概烫上一到两分钟 烫软变色就行 烫过后会晒得更快速 然后把它捞入到漏蓝里 再放到一个有漏孔的链框里 晒之前一定要看一下天气预报 选择连续几天都是大晴天的日子 如果天气不好 又碰到花菜特别便宜 也可以晒 晒的时候我们直接切开生晒就行了 生晒晒的时间可能会长一点 如果是在外面露天晒的 现在是冬天露水大 晚上记得要收起来 中途最好翻次面 大概三四天的样子 像这样就晒干了 可以看到变得真是好小好小啊 但是样子还很可爱 就像古时候女士用的簪子一样 特别漂亮 像这样把它完全晒干后 就可以保存了 保存的时候 我们放到一个塑料袋里面 如果有食品级的防潮剂 加一包放进来 这样可以长期保存 冬天常温保存 夏天的话可以放到冰箱冷冻保存 虽然晒出来不多 但是两毛八一斤这样晒也是很划算了 下面我就把晒干后的花菜 超好吃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取一把放入大碗里 加入热水把它泡发 大概有20分钟的样子 炒花菜我们一定要准备五花肉 肥肉向煎的五花肉油滋滋的 用它和花菜干放一起 真的是超级香 然后向里面加入蚝油 再下手把它抓均匀 如果家里面是不沾的锅 就像这样加入蚝油 处理下肉 抓好后放一边 先腌20分钟 20分钟后 我们的花菜也已经泡得非常舒展了 再放到清水中 投洗两遍 之后攒干水分 攒干后先放到盘里 下面取出炒锅 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放入五花肉 炒至肉色变白 倒入料酒 再倒入葱姜蒜和干辣椒 再盖上盖子 防止渐油 然后用小火煸出五花肉的香味 香味出来后 倒入花菜干 翻炒均匀 再向里面加入一小碗的热水 盖上一个盖子 继续用小火焖煮五分钟 快煮锅前 向里面加一点蒸鱼齿油 盐味大的可以再加一点食用盐调味 最后翻炒均匀 像这样把花菜晒干之后 再去炒着吃 感觉它被浓缩后的灵魂瞬间被唤醒了 让我们的味蕾非常惊艳 这个花菜头软糯 花菜杆吃着劲道 真的是很好吃 牙口不好的也适合吃 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谢谢您观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